养生食谱研习班 教导学员轻松做素食 千佛山慈善基金会的养生学堂 开办养生食谱研习班 透过专业厨师的教导 让学员轻松做素食 健康过生活 今天是我们慈善基金会 特别为我们开这个课 我们已经是第二梯次 然后这个厨师呢 是我们那个请专业的 餐厅的厨师来帮我们上课 那我们这种课在我们道场 是很少有这个课 所以我们很谢谢 我们的那个吉师傅 中医师出身 所以他很注重我们的健康 素食也可以吃得很养生 厨师教了我们很多皮包 然后我们回去可以简单的就做 少量也可以做 多量也可以做 我们师傅是希望每个人 都能走上养生的路 因为学佛这条路不是 不是只有要修行而已 也要健康的身体来支持我们 由于千佛山慈善基金会总干事 会及法师 本身是中医师 他深刻的体悟 众生学佛修行 需要有健康的设身 才能支撑 因此开办养生学堂 让大众了解如何养生 照顾自己的设身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